世界最大浮动式风力发电厂上路 苏格兰恶名昭彰的强风 其实可能是一种浮佑 由于苏格兰政府最近通过了浮动式风力发电厂计划 以往的离岸风车 需设立在水泥或钢筋地基上 若深度超过40公尺 造价就很昂贵 挪威国家石油公司计划在苏格兰彼得黑德外海 离岸15英里远处 打造浮动式风力发电厂 该公司将设置5个浮动式离岸风车 风车底座为浮动式钢管 灌入填充物使之稳定 风车约258公尺高 将以3个支点置于90公尺深的海底 由于此风车并非完全固定在海床中 因此比传统上的海上风车造价便宜 并可置于更深的海域 每座风车可生产600万瓦特的电力 5座风车将能提供将近2万家户所需电力 2014年苏格兰利用风力发电 生产了11740级瓦小时的电量 将近占全苏格兰能源消耗量三分之一 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在这项试验计划 耗资2.32亿美元 目标在向全球市场展现浮动式风车的潜力